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罗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这课咱们学习了 Smart给我们提供的变量修改器 对不对 那么有10个20个也不一定够咱们用 而且提供的不一定是咱们想要的 对不对 如果咱们能自己扩展这种形式 对吧 那么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把自己需要的都扩展出来 交给美工 让美工用起来更顺手一些 对不对 那我们这节课就看一下如何自己注册一个 给Smart注册一个自己定义的这种变量调解器的函数 对吧 主要学会这样的方法 那么你就可以随意扩展你想要的这种方式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自己扩展呢 比如说妹子 你现在想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变量调解器呢 把这种块儿变一个颜色 改变颜色和字体大小 对 颜色和字体大小 行吗 那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比如说 那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 我们打开我们的PRP程序 打开 那我们在这里边 我们先在分配之前 看我们自己做一个函数 Faction 对吧 咱们自己做函数 给把这个功能写出来 对不对 比如说 我的字体样式 对不对 韩国问题字体的 还提玩的字体样式 可以吧 然后 这是随便写的一个函数 那我们需要什么参数呢 就是 你要传的这个字股串 对不对 然后呢 字体的大小 还有什么 字体的颜色 Color 是不是这样的 那假如说 好精致啊 假如说这个函数我们写完了 那我们对字股串进入处理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这 就是 直接反规 就可以了 反为什么呢 反规使用这个 FNT字体 给它加个标签 是不是就可以了 颜色等于什么 对 斜杠 FNT 这里边我们再加上 SSE尺寸等于什么 对不对 那我们要处理的是哪个字股串呢 是不是就第一个参数的字股串了 对吧 然后我们颜色呢 然后我们颜色呢 变成什么样呢 是不是字体的Color颜色 尺寸变成什么样呢 FNT size 自己尺寸 这样的话我们就做了什么字体颜色和自己尺寸 只要是我们传一个字股串进来 再传两个参数 我们就可以想改成什么颜色就改成颜色 对不对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默认呢 比如说默认自己的尺寸 第一个参数是必须的 对吧 必须你要处理的字股串 比如说字体的尺寸 默认应该是三号字体 可不可以 它不有七号字体吗 一到七对不对 然后呢 自己颜色 比如默认咱们是G1绿色的 是不是 那这个函数 其实我们在用的时候 P的函数 我们在这里可不可以用 是不是可以用P的函数 对吧 我们试一下 直接调用行不行 WVR 我们可以用什么 字体的样式 是不是这样 把这边上传进来 不传后边两个参数 那看一下 F1T S TYRE 再传 VR 传两个参数 一个是字体的 第一个参数是字体的 大小 对不对 比如说 5号字体 对吧 然后字体颜色呢 R1T 红色的 你看 这样的话 我们用P2P函数 自己写 你如果能写的话 咱们就可以做到 想要系统 随意的跟我们完成 index.php 看可不可以 默认是绿色 三号字体 对不对 然后5号 红色的 对吧 但是这种用法 什么 就是系统函数 对不对 系统函数的用法 是咱们想要的吗 咱们想扩展变量调解器的用法 对不对 对吧 那我们可不可以做成这样了 写 F1T 就是对吧 VR竖 对吧 然后我们喊入 比如说我的样式 对不对 然后冒号 比如说 旗号字帖 然后冒号 传不写也可以摸认的 传 比如说颜色不写 摸认它是绿色 对不对 或者我这么写 VR $VR出现 MyStyle样式 然后 是 假如也是其他字体 颜色是 Blue 蓝色 你看 我想做成这样了 但是这个系统里边有吗 没有 又不是咱们自定义的 这个函数名称 对不对 那怎么能有这种用法呢 这样的话 你就得注册一个这个 将谁注册成这个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函数 注册成这个 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随便写的一个函数 自己写函数 或者系统函数 都可以注册成变量调节器 这是自己定义的函数吧 那怎么注册 就得看一下 我们PNP 那个smarty里边 有一个程序员设计片里边 有什么 smarty类的方法 里边找一下 有没有注册插件 对不对 是不是有注册插件 你看 因为变量调节就是一个插件 对不对 注册插件 注册插件 我们类型可以注册函数块 编辑 对不对 这些是咱们后边要学的 但是咱们现在要注册的是修改器 对不对 所以 只要我们使用这个函数 这是smarty的 看吧 这是一个重点 道乐福 smarty smarty里边有一个注册插件的一个方法 那注册什么插件 注册插件的类型 首先必须得什么类型呢 咱们说了 注册插件 类型是否有这么多类型 咱们要注册修改器的类型 其他类型 后边的课程咱们会讲 对不对 注册修改器的类型 那将谁注册是谁呢 咱们注册的名叫做mystyle 是不是这样 对吧 我的样式 将哪个函数注册成mystyle 就是将穿一个回调函数 fontstyle 对吧 或者你直接在这儿写这个函数也行 对吧 或者这样 把什么函数注册mystyle呢 backshed 在这里边写也行 这里边穿参数 对不对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或者是直接传 这样吗 我把这个 因为这是新版可以支持的这种用法 对不对 嗯 把这个 过来 看一下 是不是 我直接把那函数整体都张过来了 放在参数里边 你看 或者是直接穿一个函数名都可以 这样的话我们就将这个函数注册成这个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这样它会用 但是我们用这个的时候 前面这两个是不是就用不了了 嗯 来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错误在第15号 在第15号 我们这边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括号 对吧 改改过去吧 就不用这个了 这两种方法是一样的 对吧 还是直接在这块 写这个名称 好吧 改回来 这样它什么乱 看下边 是个绿色的和蓝色的 对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注册成插件 对不对 只需要把原来的稍稍一改动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了 对 那不光这也可以注册 比如说 你如果想要美工使用 不让它使用P2P函数的结构 对不对 我可以把系统里边任何一个函数 都注册成这样 系统任何一个函数 比如说 S Smart 自定义的函数可以 系统函数也可以 I-G-I-S-T-E-R P-L-U-G-I-S 修改器 默认 M-O-D-I-S-T-E-R 对吧 比如说 你再想把哪个函数注册 系统里边注册处理的 或者什么 UC Word 对不对 UC Word 那注册是什么 MyUC Word 可以吧 那这会什么函数 系统里边有的 UC Word 是不是这函数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MyUC Word 可不可以 $V R 首先 MyUC Word 是不是这个函数 手字我们变成大写 是不是可以 对不对 所以系统函数和自定义函数都可以注册 但是原则什么 第一个参数 记得 第一个参数 必须是什么 我们要处理的变量 这样的函数才可以怎么注册 如果不是怎么办 比如说 咱们正则替换 你看 系统里边假如有正则替换的函数 正则替换是PREG 下滑线 对不对 然后是REPRAC 是不是这个 第一个参数是不是正则 对不对 第二参数是不是换成了一个字符串了 对不对 第三个是不是才是我们要处理的文本 对吧 如果这样的函数 我把这个函数 注册上系统函数 注册上变量要及怎么办 我们就需要改写一下 随便做一个函数 就是说test 对不对 第一个参数是正则 第二个是字符串 第三个是什么 改过来 第一个是要处理的 什么文本 对吧 然后正则表达是 然后替换的字符串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我们返回 PREG 下辑线M 是REPRAC 调换一下位置 这里边就变成什么 第一个是正则 第二个是要替换的字符串 第三个就是什么 我们的文本 看到了吗 换下位置 换下位置之后 我们才能在这等到 Smart 里边用REGISTER PROGIN 注册插件 什么的 MODIFYER MODIFYER 注册成 比如说我们叫做正则替换 ZZ REEPRAC 谁将谁替换成这个 将TES 你看 如果系统函数 第一个参数不是处理的字符串的话 我们就需要改成第一个参数处理 然后再放到这种色 也是一样的 你看 我们现在 在这里用一下这个 可不可以呢 将这里的所有数字换成警号 $VR 数线 正则 REEPRAC 你看 现在第一个参数是不是就那变量了 第二参数就正则了 所有的数字 对不对 换成什么呢 换成警号 VR 来 我们来 看一下 是不是所有数字都换成警号 对 对不对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 如何自定义插件的方式 对吧 如何自定义插件的方式 来定义变量科学器 现在我们可以把PRP几千个函数 都注册成什么 自发实体的 但没那必要 对不对 常用的10个20个的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 自定义的可以 系统还是不可以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就介绍到这里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 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蝶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你 我不太好 你 这个